男嘉宾的性格挺开朗 然后身体挺健康的 但从外表看着身体挺魁梧的 然后男嘉宾的 与实际年龄有点不符 就好像是 是着急了是不着急 好像是40岁的心态 有反老反童的感觉 就年轻了 对 然后挺开朗 挺快乐的 那您觉得如果您的生活当中出现 我们男嘉宾这样一个张口就唱 闭口还唱 早上睁开眼睛也唱 晚上睡觉还唱 忙着吗 那我有点接受不了 接受不了 那属于精神不正常 对不对 咱不这样嘛 反正唱的挺多 吃饭时候反正不唱 你会唱吗 你他他不会唱 那适合他啥歌呢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我爱你有多深 男嘉宾嘛 就是很幽默 而且他就是唱歌的歌声很洪亮 也就是生活特别充满阳光 我感觉你会唱昨夜星辰吗 昨夜的 昨夜的星辰已坠落 消失在 遥远的烟火里 男嘉宾您好 你这是现代的老顽童 老顽童 现代版周伯通 就这种性格你喜欢吗 还可以 还可以的意思 就还有点不满意 哪有这个黑白这么唱了 上不了 就是你是唯一觉得忙碌的是吗 有点 对 接受不了 但是我们的都是早八晚五 就平时也行过周六周日 尤其现在剩我这个儿的部门 唱的更多了 以前那有老伴说那个 没有时间唱啊 又他又得看病又啥 哪有时间 现在我就天天真是 就愿意唱 就说八个小时也六七五六 唱完你就高兴是吧 不是说高兴 就是抒发了内心的 就什么孤独都没了 全部驱散 那我来问一下女嘉宾 都跟我们男嘉宾唱歌了 好 对我们男嘉宾第一印象如何 是否愿意亮灯 请做选择 好 满堂彩 来 发展灯已经亮起了 感谢八位女士 感谢八位美女嘉宾 这样有请我们的男嘉宾呢 来选择他的场上心动女嘉宾 那么在选择心动女嘉宾的同时呢 我们的系统呢也是自动根据我们男嘉宾 择偶的条件推选了一个制推女嘉宾 那么在稍后最后的环节 将会为您揭晓 那么男嘉宾已经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我的天哪 啥玩儿 我看见了 看着了吧 看着吗 我的天哪 哎呀妈呀 你这咋 什么这么真真心呢 什么这都真 带着真大 来吧 我告诉你啊